周大宝打来的 喂 是我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呢 我怎么不对劲了 以前我可问过你好几次 你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痛快过 就你认识吗 我是啊 真的吗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 我说想你吧你不信 我说不想你吧你还不信 嗯那你再说一次 哎呦我不说 说嘛就说一次 说完了我就挂了 哎你别挂 你别挂 我有话跟你说 你要买什么东西吧 哎呦你讨厌啊 人家又不是图你的钱 我是真的有话跟你说 你今天怎么有点反常啊 哎呀你好讨厌啊 哎哎 我给你唱首歌吧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深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哈哈哈哈 宝贝 你真的会耍花样啊 停止在远阳宾馆 哎 杜队查到了 行动 卫阳这个人呢 总是妇人之见 我还是对你放心啊 邓总你放心 这事我一定尽力啊 记住了啊 万不得已就要咬掉下一环 是是是 明白明白 贾超从哪儿来的 是从老千那儿批发来的 老千的真名叫什么 住哪儿 真名我真不知道 就知道他是 他是南方人 怎么交易 老千很狡猾 买字都 都不和我们直接接触 他手下有马仔 他让那个叫量仔的跟我们联系 每次都是电话下单 二十五元 十五元的价格批发一百和五十的假钞 再按照量仔提供的账号 把钱汇给他 他再通过货运站把货转给我们 我再安排手下去取 喂 皮特 我老千 我的货到了 对对对 老样子 两公斤 钱呢 我还是从柬埔寨 给你汇过去 不要人民币 好好好 不要就不要 我给你汇美元 我帮你汇过去 你放心 造假钞啊 非得有OVI 只有香港的皮特才有 量仔 你知道什么是OVI吗 什么 OVI 不知道 喂 是我 你签个 对对对对 我要的纸 你别切了 给我加在新闻池里运过来 五万张 要注意安全 朱大宝交代的就是这些了 看来我们事先判断的没错 果然有一个制犯假钞的犯罪团伙 杜一然心理想 只有找到制犯假钞集团的上层 只有挖出幕后操纵的这个人物 假钞案才能告破 像量仔和老千这样的小人物 只是这个案件中的一个环节 陆队 我觉得不能再等了 咱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由朱大宝勾出量仔 再由量仔勾出老千 我觉得现在机会难得呀 把他们一网打尽 杜队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团伙 背后还有更大的犯罪集团 万一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犯罪集团 我们不就打草惊蛇因小失的 这样以后的抓捕工作就更困难了 有这么复杂吗 我说马亮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啊 那犯罪分子的脑袋又不是你设计的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等着我 怎么我一发言你就有意见 不是对你有意见 你能不能说话过过脑子啊 我说李爽 我怎么没过脑子啊 我就是要在这些人没有醒之前 把这帮人异曲拿下 这案子不就结了 莽夫之勇 行了行了 一开会你们俩就斗嘴 都说正经的 叶姐我听你的 老肖 说说说你的看法吧 说半天你也说说 我老觉得这里面啊 有点不对劲啊 你看 这是技术科对这些假币 做的一个鉴定分析 制作的技术非常精细 而且你看 HO九字头的 这些假币是第一次出现 而且这些假币为什么恰恰就在南州市出现 还有 这些假币是在境内制作的 还是在境外制作的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分析 有道理 根据朱大宝的口供 它也只是这个犯罪网络中 最小的一个分支 所以 要想及时破案 必须从老千入手 怎么摸出老千的底 现在是最关键的问题 能不能用朱大宝 引出老千呢 我看行 小冉 小大哥 你来了 苏红呢 苏红姐在茶房呢 还在茶房 嗯 还要多长时间 还要有一会儿呢 你有事 是啊 刚才队里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去开会呢 哦 小冉 帮我个忙呗 上次苏红在电话里啊 听到那个女的 那只是我的一个证人 我的保护对象 其实我跟那女的真的没关系 你呀 我可以帮你 不过我觉得 你还是亲自跟苏红姐讲 比较好 那也好 哦 对 我这儿 有两张电影票 记得给苏红 就说晚上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他 那就谢谢你了 好 有机会请你吃饭 赛大哥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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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队长 我跟叶队交换过意见 我们有共识 利用朱大宝调出老千 现在是最好时机 这点我完全同意 除此之外 叔叔你过来的真实想法 我想向你请站 让我和马亮 担任这次任务的卧底 不行 卧底行动我同意 但你们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什么 你不信任我的能力 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这件事情 我完全没有考虑好 我不会让你们 去做无谓的牺牲 队长 机会瞬息变化 这是我们最好的时机了 这是两码事 我是经过神思熟虑的队长 你回去吧 我考虑考虑 阿彪 这次 还得要谢谢你啊 星野 你别客气 要说别人的忙 我不管你的事 我肯定忙 咱兄弟俩谁跟谁呀 那是段的骨头连着筋啊 咱们 就不能干点丝活 以后让魏牙那娘们 彻底灭了活 这就是咱俩的天下了 等着瞧吧 好戏还在后头呢 灵手 怎么样 同意了吗 叶姐 安琴姐 不能再等了 想想还有什么别的方案 叶姐 那行 我找都对 我等你 好 杜队 我都安排好了 行 我这就去找朱大宝 你先等会儿 跟你商量个事 我想让林爽跟马亮 一起去行动 行了 别说了 他从来没有做过卧底 他刚已经来找过我 我没同意 让马亮去 已经够冒险的了 再加个他 我就更不放心了 杜队 正因为这次的行动 非常危险 所以我才想让林爽 配合马亮 林爽扮作马亮的女朋友 可以对她是一个掩护 也可以分散 对方的注意力 我知道林爽 没有什么做卧底的经验 可是 林爽胆大心细 心理素质挺好的 而且她自己也挺自信的 我们就信任 支持她这一回吧 可我 可我不想让她 去冒这个心 杜队 我们就大胆试一次吧 一定要让马亮 好好照顾林爽 对方可不是 一般的小毛贼 那就这样说定了 阿彪啊 我这被降职了 魏阳也不受重视了 以后天下 就是彪哥的了 我说星爷 你这是话里头有话呀 天下是我阿彪的 我不敢说 就是真有那么一天 也是我阿彪应得的 杜队 我求爷爷 我求爷爷告奶奶都来不及的 别说那么多废话 哎 赶紧的 可以开始 喂 谁 亮仔吗 是我 老朱 捉大跑 老朱 老朱啊 怎么了 上次的货买完了 对 我要再订点货 订货 上次的货过去还不到一个礼拜 你又要订货 你不是骗我吧 我可是碰到大客户了 你猜怎么着 我这儿的买卖做的 那就顺哪 你到底为什么要货 是这样 我最近啊 顺 我这朋友啊 是东北来的大客户 这次又要几十万的货 什么 几十万 你有没有搞错 这 这种事儿 我能跟你胡说吗 对方什么人 姓王 我的一个兄弟 这次做成了 卢总就过来了 哪里的人 是东北的 人很痛快 听说那边三分之一的货 都是他的 这次生意要是做成了 他们的卢老板过来 再做个大的 东北的 姓王 姓卢 你要是不信啊 我可以带他去见你 这个老板 可痛快了 今天下午一点半 国际饭店里的茶楼见 好 好 有点意思 可是 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像 那 那 马亮 把拉链拉上 怎么样 不好 拉开吧 就这样吧 好 杜队 看 怎么样 零爽这事儿还行不 他们俩配吗 行 你们俩就这样吧 对了 杜队 你不是说还有个秘密武器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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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拿这个干嘛呀 你哥亮仔见面 总得带点见面礼吧 哎呦 这可值不少钱哪 是啊 花了你杜队老本了 杜队 这是真的假的 哈哈 哈哈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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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大哥 对不住了啊 哎呀 哎呀 路上实在太多了 哎呀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马老板 这位是马老板的女朋友 哦 这位就是亮仔 亮哥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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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来来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坐坐坐坐 坐坐 两位喝点什么 啊 大家都挺忙的 先说正事 哎呀 也好 也好 亮仔哥 我呢 听这个朱大哥说过 你呢 这个人挺差呀 我们也不能差了事 来 小意思 这 这是卢老板的意思 不值几个钱 你们卢老板实在太客气了 这么贵重的礼物 老家的一些小特产 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说这就挨打了 马老板果然是东北汉子 果然豪爽 做生意嘛 都是靠朋友帮忙 不知道马老板在东北 做的是什么生意 其实跟你差不多 整的都是脑袋 别在裤腰带里的活 那马老板 这次想要多少货 那就要看货色怎么样了 口气不小了 我没这点本事 哪敢干这种捞片门的事啊 马老板实在太可惜了 都是道上的人 把这给收起了 这样吧 咱们今天就收到这儿 亮仔哥 咱们什么时候提货呀 马老板总得给我个数吧 两百万 这么多 你能吞得下吗 别说两百万叶子 就是再多的货 我也能吞得下 马老板果然是做大生意的人 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比不了 那好 不过 马老板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筹备一下 我们明天还有事 对了 我们明天还要谈一笔生意 这样吧 这个数目对你来说也不难 我们就等你信了 好 要不咱们喝点什么 好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咱们随时联系 好 走吧 那就不送了 慢走啊 成天摆弄你这些破签子 我看 干脆埋几把枪 谁惹咱们 咱们就干它 这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挖毒 在崔克地区 叫标枪毒啊 这可是来自亚马逊森林 它的毒素 能被未破的皮肤吸收 只需要万分之一克 就足以毒死一个人 来来来 你试试 秦老板 我看 这昨天买咱们叶子的人 那可绝对是个有钱的人 界面就这么大方 这一出手就是二十万 眼睛都不眨 肯定是个有钱的主 山神是假的 看不出来吗 真的山神 古中带田 只有假山神 是用山神水煮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看人不能光看表面 要看骨头 要看到他的骨髓里去 看他是不是有命 来挣我这个钱 那要不 我再派人摸摸他的底儿 这段时间风声痕迹 少在外面露面 黑白两刀和H1N1 都会要我们的名 杜队 已经四天了 没有任何动静 是不是 我们有什么纰漏啊 是啊 该有动静了 不是 都看我干什么呀 我又不是第一次执行任务了 不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那 应该不是我露出什么破绽了吧 别着急 灵爽 就算这次我们抓不着老钱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老钱 亮仔电话 喂 你好 马老板 还记得我吗 嗯 记得 你是亮仔哥 马老板气息好啊 这都好几天了 你一个电话也不打呀 是不是我们要的货 你们都没有啊 那天你忽悠我呀 马老板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老板 同意跟你交易了 哦 那太好了 太好了 说吧 什么时候 弟弟 这个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这两天我会联系你 等我电话 喂 挂了 他不会这么轻易就跟我们交易的 我觉得这也正常 这说明老钱手里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和假钞 你说的没错 我们现在的这个突破口就是要抓这个老钱 行了 这两天大家辛苦了 大家轮流休息 养足精神 我们准备行动 好 杜队 那钱怎么办 行了 钱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不行 不行 这我可做不了主 你们两个也不想一想 二十万元的现金拿去做假钞交易 而且你们还不了解对方的底细 这万一出了问题 谁负责呀 你负责 还是你负责 李局 那你也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 没有这笔钱 我们根本调不出老钱呀 我说了 不行就是不行 李局 我就奇怪了 您要是不准我们这么做 您当初就别同意我们的方案呀 现在案子都到这份上了 您又不给我们钱了 您这不是在回我们吗 说什么呢 这么一大笔数目 我也得请示汇报啊 这弄不好 这 也是的 咱们也别为难李局了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是为了你们两个好 你们两个 是咱们刑警队的优秀人才 我不想因为这个案子 影响了你们两个的前途 要不 要实在不行 这案子就算了吧 瞎说 案子有算了的吗 用激将法激我是不是 这样吧 局里就出五万块 五万 剩下的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太少了吧 九万 二位领导 找我有事 现在 我们计划可能要变一下 变计划 局里啊 只批了我们五万块钱 杜队 五万块钱 这好像太少了吧 咱们就按照一笔十的比例来算吧 那也换不了多少假钞啊 再说了 就这么点钱 能把老千给引出来吗 可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你说什么也没有用 我跟杜队都商量好了 我们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就拿着五万块钱 冒一次险 依我看 老千 现在对你的身份 还没有怀疑 如果没出什么问题的话 你应该 已经博得他的信任 但是他现在 唯一的怀疑 不是你的假身份 而是他担心 你黑吃黑 所以他现在一直犹豫 我认为 你不如直接给亮仔打电话说 就跟他说 急需一批货 就五万块钱 多了不要 少了也不行 看看能不能用这点金额 把老千给勾出来 如果这次交易顺利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挂上了 可是多队 这能行吗 不试试 怎么知道行不行 现在就给他打 给他打 马老板呢 不好意思 最近我们老板实在太忙 一直没有联系你 亮仔哥太见完了 马老板打电话来 不会就是为了客套吧 没有没有 亮哥比我还痛快 是这样 有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呢 有一批货急于出手 但是我们这边呢 还是差一点货 所以呢 还是希望大哥多帮帮忙 帮我们救救急 这个 你大概需要多少 五万 一比十 这个数目够不少 好吧 那 你等我电话吧 挂了 还不知道 倒行不行 喂 马老板 今天下午两点 成交杀石场 我在那等你 好 一言为定 不过 你货要的急 老板只给一比八的货 要不要随你 这好像有点早了吧 那你想怎么样 都是哥们 以后还得长期合作 行 就这样 那就下午见 好 成了 今天下午两点 成交杀石场 行动吧 好 这 都 我 都 啊 没事 都对他们的已经不找 你管好自己就好 你钱带来了吗 换了 不错 这质量 挺不错的 马老板不用客气 谢谢 大叶 叶南开车跟上 赶紧跟上 是 知道了 跟上 你 不错了 还不错了 我 不错了 你 到底哪里 是 还有 呢 啊 還沒怎麼進來 是不是我們跟他開鏡了 慢點掛住了就行 怎麼 不知道啊 真是 說對 這下徹底跟不上了 偏偏這會掉鏈車 怎麼偏偏這個時候壞啊 大家看一下 今天參加交易的人 一個叫靚仔 一個叫傻強 這個靚仔我們不了解 但這個傻強我們是知道的 具體的馬亮你說一下 我們已經查過了 他們開的是輛桑塔納 但是從車管所傳來的消息 經查這輛車的車牌是假的 所以我們無法判斷 這輛車的車主是誰 再其次後面這張照片 從我們上次接頭 和追蹤的情況來看 這輛車經過了大量的改裝 首先 發動機已經改過 而且車輪已經換了 所以我斷定 這輛車 一定是經常出現在 一些非常難走的路段 從犯罪嫌疑人使用的犯罪手法 和交通工具來看 他們一定是一個 組織嚴密的犯罪集團 所以 現在目前 馬亮已經取得了他們的信任 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盡量爭取跟他們接觸的機會 根據我們收到的情報判斷 根據我們收到的情報判斷 這個犯罪團夥很有可能有所察覺 所以我們要隨時準備 一旦他們有進一步的行動 我們要全力以赴 別忘了我們的五萬塊錢 可在他那兒呢 馬亮 嗯 憲哥 馬老闆電話 借借借 喂 馬老闆 我們的貨好出吧 挺好 對了 你的貨資料的確不錯 我們的老闆想見見你的老闆 談談我們之間長期合作的問題 你們的老闆 你是說 盧老闆 沒錯 就是盧老闆 生意做到這個份子 兩個老闆也該戒戒面 談談長期合作的事情 另外呢 只要你們能長期提供 最樣好的貨員 我想 我們之間的合作 一定能賺大錢 馬老闆 實在是不巧得很 我 我們老闆 剛好在廣州跟人家談生意 人不太好 跟人家談生意 對 他一直都在 他一直都在 那 他一直都在 也一直在 他一直在 他一直在 一直在 他一直在 跟合作成不成 賺不賺錢 那都是次要的事情 你能擺這麼大的架子 不给我们卢老板面子 陆队 什么意思 先吊着他 我看那小子 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 摆明了要赢我上钩 太益余了 老板 我看他们这回是来真的了 要不然在这节骨眼上 他们怎么可能挂咱们电话呀 我看这事 还是谨慎点好 先把季州那三百万叶子给出了 其他的事 再等等看吧 老板 容我斗胆说一句 干咱们这行的 心眼多点是没错 可是人家也不是傻子 咱们这么三番五次地耍人家 要是让人家知道 这客户可就跑了 再说 像这样的买主 咱们好不容易找找 这是长期的买卖 挣的可不是小钱呢 起码 咱们得再考虑考虑 小博人 到了大谋啊 万一他要是不打电话过来 我们大家折腾了半天 不都白忙活了 林爽 你说 你跟马亮忙活半天 你打通电话 然后给他还挂了 马亮 你们会怎么想 你们会不会商量完 再给他打过去 老板 要不我看这样 咱们先答应跟他们见面 然后再摸摸他们的底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咱们马上收手 这样 咱们既不得罪他们 咱们也有充分的时间 去摸他们 你觉得呢 聪明 喂 马老板 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 拖友得罪了 您见谅啊 好好 没事 做这个的不值你们意见 算了吧 实在是巧得很 刚才啊 我给我们老板打了电话 他现在就在广州机场 正准备返回南州 您看 要不然约一下 你们卢老板 什么时候 咱们见个面 这样 我们卢老板说过 要见就今天晚上十点 地点由你们来决定 怎么样 好 就在清华会所吧 好 一言为定 怎么样 老千上钩了吧 但是我敢断定 老千这次 一定不会就范的 今天晚上 林爽 马亮 我带你们去 汇汇这个老千 卢老板 这就是我们老板千歌 千老板 久仰大名 我叫卢燕 让我看看你的手 陆老板 你的手好富贵 行不行 跟他们说出规矩 三位 如果带了家伙 请放在桌子上吧 前老板 叶子样本呢 请不要着急 全世界每年印刷八千亿张钞票 偶元所用的是全棉纤维 英镑所用的是棉麻纤维 美元用的是 百分之七十五棉纤维 百分之二十五的麻纤维 人民币用的是哪一种啊 人民币用的是 百分之七十棉纤维 加百分之三十木纤维 这些纸张 都是为防伪特制的 左边这个是美元用纸 中间的是新闻纸 右边的是人民币用纸 钱老板 弄这套有意思吗 信不够我们是不是 就是钱老板 大家都是朋友 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的 跟我们这行的没办法 别误会 前次我和亮哥的交易 大家合作的还算愉快 现在给我们供货的 也不止你意见 我们来 就是要大家合伙做生意 所以你也用不到 装层弄滚的 如果你要是 信不过我们的话 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走 不要误会 你们刚来此地 可能对南州的情况不了解 现在风声很紧 警察在到处找我们 干这个就是玩命的事 钱老板 我们这次见面的目的 就是想长期合作 共同发财 你要是能保证我的货源和质量 我保证让你挣大钱 老板 果然有期盼 投向水印是在造纸的过程中 改变纸浆的密度所做的 当纸浆放在丝网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放到薄的地方 透光性就好 放到厚的地方 透光性就差 改变丝网上纸浆的密度 就可以造出深浅不一的影响 我也可以使用垂直印刷技术 印刷人民币右上角的这团图案 包括凹起来的国灰 还有盲纹 倩老板 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什么价格 这是QN09版 水印清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